好 連這次有冠軍帽的加持 世界冠軍伊登這次來臺 預定4號要到江華浦岩 聖澤公參拜還願 廟方特地準備了兩百頂的帽子贈送 還有一萬塊的美金 要給伊登當作訓練營養金 另外伊登跟他的師兄 今天3號則是在臺中舉辦 粉絲見面會 與100名的粉絲一起路跑5公里 毫無懸念 把所有言橫甩在後面 世界冠軍伊登現身臺中 和師兄Bloomenfelt一起舉辦 粉絲見面會 水壺 然後還有我們那個 Katis的這個保證卡 然後還有我的輪蛋 很興奮 希望明年就是有他的加持 然後那個明年雙塔520可以騎得完 長長的排隊人龍 綿延好幾公尺 伊登牽到手沒停過 還有粉絲直接把腳踏車扛來簽名 謝謝 很瘋狂 看到很多人在那裡 讓所有人的支持 對 我好像在手臂上疲惡 因為有很多標誌 有很多笑容 所以很棒 看到所有人來支持我們 除了簽名拍照 還有100人 報名跟兩位世界冠軍 一起路跑5公里 100名參賽者最後直接被狠甩在後面 挪威選手伊登 2019年戴著彰化蒲妍 順澤公的帽子 衝過鐵人三項的終點 讓順澤公一夕爆紅 伊登這次來台也安排4號 將再度到順澤公還願 我覺得這樣子還蠻不錯的 就是其實他得名次然後得獎 然後能夠想到台灣這邊 廟方特地準備了200頂的帽子贈送 還有1萬塊的美金 要給伊登當作訓練營養金 順澤公也掛起了紅色布條 要歡迎世界冠軍伊登 再次來訪 記者林一峰 洋洋極方品文 台中彰化綜合報導 請你來訪 Modern 十三次 請你來訪 按南 non 我們也